临更新自认腼腆男孩 射箭秒变于文乐 由江苏卫视 新乐萌出品 爱奇艺独家网络播出的观察体验类真人秀三个院子 本周日晚21点十分持续热播 在上期节目中 真心院子迎来了林更新朱珍的老同学 周放和于逸 四人初见面就像演了一场抓猪大战 本周 孙密周和高明瑞一起空降院子 七十八十九十三代上系同学齐聚一堂 热闹的气氛里宅男林更新 都心甘情愿爱出玩耍 虽然前一秒他还嚷着 我要打游戏 不玩游戏生命就失去了色彩 甚至还为自己的懒惰找到了借口 我不玩卡钉车 我肩膀疼 但下一秒就跟着大部队奔向了运动场 到了射箭赛场上 运动天才林更新姿势标准 表情也异常认真 开局第一把就郑重把心 朱珍当场将林更新认作于文公子 用戏中剧情称赞 你可是在靶场上射了过别人见的男人 而在初次接触的卡钉车比赛中 林更新更是潜力大爆发 紧紧跟在老司机孙蜜舟的身后 你追我赶载矿激烈 现场仿佛现实版速度与激情 晚餐时间 三代上信人围坐一起 从宿舍条件聊到食堂菜谱 风扇空调 BB机 梅干菜包子 几十年的差异让众人大开眼界 谈到同学会 林更新爆料 自己和大学同班同学都很腼腆 有的比路人还要内向 说到信头 他和周放两人更演技上身现场模仿 眯眼耸肩表情窘萌 饭后 意犹未尽的同学们又转场接着聊天 嗑着瓜子开始互接老底 纷纷讲述起老同学曾经的搞笑经历 于意吐槽朱珍在文艺汇报时 大跳黎敏的热舞 都给我看猛了 林更新爆料周放在声乐考试时 独自唱了流行歌曲 说着还当场和朱珍对扭起来 完美在现当年场景